早上好,早上好 我是串,纯粹串就是我 现在走着去那个地铁站 因为我们今天要去参观那个熊猫研究院 大熊猫的研究院 到达这个熊猫基地了 所以我们已经买好票,直接入场吧 现在进入了那个 叫什么熊猫研究中间的熊猫基地 所以我们看看要怎么走吧 那边是排着队要坐那个直风车的 可是排很长的 我们就不要坐了,就用走路的吧 那是这个里面的熊猫 就是蛮乱的熊猫 好,好,好 夏俊 现在的气温如何? 非常冷 那你讲话都有烟了 哈哈哈哈 这个大熊猫基地的气温好像比那个成都市那边还冷啊 所以应该是有5度左右吧 所以现在说话都有那个雾气出来了 而且非常冷,只是幸好是没有风 如果有风就真的是很刺激了 看到熊猫了 这边熊猫很活泼 还是很冷 这个炼 这个鞋 这个鞋 那不理你怎么办 好 好 好 你一会是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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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现在来到这个熊猫科学探秘馆 在里面还是说一些熊猫的一些基本知识 一些研究之类的吧 就看看一下 等下就要离开了 这些研究竟然有点感觉 闹了,现在要骑着那个金沙遗址 我们买了它的门票,有免费的那个自动车 骑到金沙遗址 现在到了这个金沙博物馆 已经是差不多两点了 很空旷哦,什么人都没有 平常应该也是很少人会要看博物馆吧 我要看这个博物馆,这个金沙博物馆是因为 金沙文化很特别的 就是它们的文化跟那个就是中国的一些文化差别很大 可是它又是属于在中国区内的 就感觉它的历史是超久的 可能是四五千年前的历史 所以就特地过来这边参观哦 那个是象牙吗 怎么没挖出来的 放鞋在那里面看嘛 这边有一点特别叻 这个就是它下面是凤鸣的 然后下面有一个很老的树根 然后下面是一个小火 上面有一个小架 然后上面有一个小架 那边有一个小架 然后下面有一个小架 一块儿 鸣的就是一个小架 然后在鸣的地方 那边也有了 这个不一样 很熟悉没有 有看过这个面具吗,这个面具就应该很多人都会看过吧 因为奇奇怪怪啊,像外星人的外星人的面具那样 诶,看到这个树很特别诶,你看它的树枝好奇怪哦 它树枝非常的奇怪,到向上树 看我那个金沙遗址现在走着出来 等下就要去吃,应该算是晚餐了吧 因为我们从早餐到晚餐,早餐到午餐都没有吃到 所以现在是非常的饿啊 走着出去外面,然后大姐一回酒店就找午餐吃了 现在来到我酒店楼下的那个餐厅 爱饭餐厅 就是吃一些四川菜,川菜吧 这边前面有两半 两半 是水果来吗?西瓜吗?看起来不像西瓜 这个是西红柿 好像木瓜 这个是番茄 也是辣的吧? 对 你们看看它的分量 超级大分的 这个是椒炒兔肉 就是白兔的肉 然后这个是炒青菜 这个就是有名的夫妻肺片 什么感想?这个兔肉好吃吗? 很好吃很好吃 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兔肉 你吃过很多吃兔肉吗? 几次啊 几次啊 你怎么可以吃兔兔 不要被兔子的骨头啃到哦 这个夫妻肺片 这一片咯 全部都辣椒油 是啊 辣椒油 你看到那个 辣吗? 不辣 好吃吗? 什么感觉? 很香的花椒味 花椒味? 嗯对 不怕是凉拌 凉拌啊? 嗯 现在排着队要取那个 四川变脸的门票 好多人哦 听说这一间是 他们成都的 的那个 国家认证的那个 四川表演 四川变脸表演的 所以就来这边看了 没看这个 就好像没到过成都 放到票了 现在他们也是有 可以免费喝茶 或者是提前进场 所以我们去喝看喝茶吧 现在进入到这个 哎 这边要把观众洗那边了 哈哈哈哈 啊 现在目前还很空荡哦 因为8点才正式开始 应该会主持开始吧 还有半个小时左右 哎呦 我成都也欢迎大家 来到佛容国粹 春巨秀传奇变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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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下次你们有来成都的话 一定要来这边看那个片脸 真的超值得的 现在要回酒店休息了 拜拜 明天在峨眉山见了